你看到印度最近接收了5架法国阵风战机 这5架1,2,3,4,5 这里有7架战机 头5架是法国阵风 法国帮印度做 印度买了阵风战机 总共买了36架 首5架在29日到印度 印度接收了 后面这2架是印度现在服役的苏30MKI 一起飞做一个宣传画面 印度这几天大肆报道 印度接收了法国阵风战机 即是先进战机性能非常好 印度部署了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有空军基地 部署在这里 这个位置部署了 还有印度的传媒大肆报道 摆到明说给他的称家听 印度有哪个称家 谈判的嘛 谈判还谈判 谈判了呢 他们都用一个几个字 四个字或者八个字 互不信任 跟着就互相吹鸡 这个互相吹鸡 这个互相吹鸡呢 如果和平时间来说 大概四千五百公里里 只是一万人左右 但现在就说有三万 会增加到三万五千人 即是说增加几倍的军力 在这个印中的边境线 印度和中国不和平 即是说这个谈判 究竟谈判结果是怎样呢 当然不行啦 如果得什么增兵呢 即是等于互相互不信任 互不信任 你有你吹鸡 我有我吹鸡 你讲回在这个 六月十五日 之前 都是印度和中国都说有谈判 就叫大家的军队 就是互相退后 互相退后 六月十五日发生什么事呢 就是发生在那件事 就是发生在这里 就是谈判了之后 印度的巡逻队 在这里巡逻 在这里巡逻 发现中共的军队没有退后 不得只 双方就打起来 互有死伤 那天就是六月十五日的晚上 就打到六月十六日凌晨 打了很多个小时 造成这么多人死伤 去到最近 都是不断都说 双方有谈判 谈判都是叫大家互相退后 互相退后 你谈判了 不得只 还要在边境增兵 中共也是边境增兵 中共在里面 中共说在印中边境线 中共有五万人 现在印度有三万五千人 双方的总军力 印度大概有110万军力 而中共大概有二百二百二十万 以论军力来说 中共多过印度 但人口来说 大家差不多 都是十三四亿 你看看 印度的军力 是比中共少 一倍 中共有二百多万 印度有百多万 但去到地理位置 地理环境来说 去到这里 打仗 其实是打战术的 是打地形的 不是打多人的 多人未必一定会赢 去到这个范围 这里了 西藏 西藏叫第三极 空气稀薄 极之航冷 对印度来说是有利的 因为印度相当之近 补给非常之快 而中共的补给非常之困难 甚至中共在这里部署 那些中共解放军 都是属于低地的人种 你怎么跟高地打呢 这里是高地 高地 空气稀薄 极之寒冷 印度很多山地司 山地司在高原上 已经运作得很好 甚至适应高原地带的整个环境 甚至在这里生活 已经生活了很多年了 生活了很多年 等于你在高地上 你进来这个战场 战场 你打起来 运动 运动 是大洋运动的 你低地的人 上到高地空气稀薄的人 空气稀薄的人 这些地方打自然 身体机能都是降低了 降低最少50% 而印度的山地司 没有降低过 是保持原土 原状 所以你见到很多冲突来说 那些中共 中共士兵打打下都不够打 都会跌在地上 就知道他根本是适应不到 这个叫做高地 即高原反应 即高地空气稀薄的反应 即这个环境 知道印度虽然在部署 整条4千多公里的边界部署 35,000兵力 中共部署了5万人以上 你看回 讲回体质 即印度人的体质 以及适应高原的身体状况来说 印度军肯定处于一个优势 而中共的解放军肯定是捱打的 知道在地形来说 不是人多就可以了 还要讲回战术 一打起来 你保级 中共也是保级极极困 所以中共现在这个西线问题 对着印度极极极枯极苦 甚至你看回 印中边境冲突 那个叫做流出的影片 都是印度放出来的 而中共是绝对不能放出来的 年6月15日印度和中共在這裏打鬥互相有死亡 印度披露很多印度士兵有多少死亡 而中共到現在都沒有披露有多少傷亡 即是知道印度放出來的消息是可信的 而中共不敢放這個消息 這些很難說,大家駐紮了這麼多人在這裏 一埋牙就打的 前線和後面的指揮部 譬如印度或北京的高層 未必可以即時控制前線的衝突 一打上來就好像6月15日或6月5日的環境 一打上來就打到互相互相互相死亡 接著會有很多影片從印度方面流出來 中共那方面不會說的,一定會被蓋住 因為中共現在面對環境內部壓力極之大 它不可以有這些負面的影片流出來 即是解放軍被人按住來打到叫救命那些 不可以的,一定是封鎖的 所以假設間之後也有這些肢體衝突 也有些影片流出來 接著去到現在這個網絡世界 你想想中國接收到這些信息 即是說不困難的 不困難接收到了 這個印度又和中國在這裏打 即是說北京又要調很多資源去到西線 在西線方面招呼印度 因為以北京的戰略思維來說 他不想放那麼多資源、軍力在西線 盡量放在沿海地方 甚至保衛現在的北京 北京現在經常說 現在很危危苦 現在經常說有一個叫做 在裏面有一個叫做 叫人民準備入防空洞 準備打仗 如果你西線給印度 真的這樣捏一捏著 拖一拖著 真的拖到你 拖到你真的氣喀的 你要補給 真的要幫他補給 如果你不幫他補給 不幫這些 在這裏當你有五萬人 不幫他補給 發生什麼後果呢 沒得吃 沒得吃自然賺吃 賺吃 人是求生的 不是求死的 甚至這些在前線的解放軍 也有家人 甚至有老婆子女 他們不想死 沒得吃 唯一的辦法就是怎樣 去印度 走到印度 拿糧食 拿糧食的意思是等於投降 你投降我才給你 你做戰夫 我才可以給糧食你 如果一旦這樣做 對中共來說 也是很大的打擊 所以如果一旦這裏爆發戰爭 中共為了面子 為了保面子 一定放很多資源下去 在這裏支援這些前線 在印中對峙前線的解放軍 所以你看看 現在印度印中的邊境問題 繼續大家互相吹雞 就等於印中邊境爆發 邊境衝突的可能性 甚至爆發戰爭 即是開實彈的戰爭 是極之高的風險 個人意見 獨立私口講完